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主党人 州务卿主管亚利桑那州的时候大选 而恰恰在马里克帕县出现了一些披露在投票的过程中 而亚利桑那州是从2020年美国选举之后一直非常令人感触的地方 都是共和党人 都是共和党人掌控了一切 结果出现的故事却偏偏相差的 而卡里雷是川普最支持的竞选州长竞选人 他是媒体人 他是个host 那所以因为是媒体人嘛 所以他还非常他的用词言论的一切都非常的积极到位 那结果他就在最后败选的背景之下呢 他又把他给告 把这个州务卿给告了 那一共告了十宗罪 结果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是在马里克帕县告的 马里克帕县高等法院的法官 那结果大概叫汤姆森 就清证了就接了这个case 这就是下面的 接了这个case 就听了他的申诉 那凯瑞雷主要告了他十宗罪 十宗罪 结果被这个法官DQ掉 就给废掉了八宗罪 但是呢 有两宗罪法官给接受了 那法官一接受呢 就要开庭出审 大概今天是一天 今天是一天 明天是一天 所以这就出现了 故事就出现了骤然的改变 也就是说 与选举相关的case 真正上了法庭 真正上了法庭 真正有机会陈述这个罪证 这是2020年以来 与美国大选相关的 所有投票选举的故事当中 这是第一个上了case 能够陈述的东西 我觉得 我真觉得很荒谬 很有趣 很荒谬 法律这东西 我说句难听话 真不是个东西 他裤腰带有这么记得 裤腰带有那么记得 就说这意思 我就说这意思了 就是都是裤腰带 也就是都是法律 法律就像裤腰带一样 这个人这么记 那个人这么记 都是一条东西 法律就是这么个东西 那不同的人 有着不同的诠释 跟解释书 是不是跟道德有关 因为法律是从信仰而来的 西方的文典的一切 来自于摩西世界 那是法律 所以当你都不信摩西的时候 你信什么法律 当你不尊重摩西的时候 你有什么法律不就成了儿戏了 道理就这么来的 对不对 那周易八卦演绎周易 文王定出来的周易本身就是法律 其实 是法律来的 跟人与神 跟他相关的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他的法律定的是灵台 对不对 那周朝有灵台 那这个灵台 是在判断所有事情的本身的基础 还是这么来的 他们今天玩法律 人全都不信神的 全都玩弄法律的家伙 是这个 所以在美国大选的时候 就凸显了一切 当时我们还以为 上了法庭就行了 法庭都不让进去 川普六十几个case 全给DQ调 他没过堂 根本就 就给你过没了 我们看到听证 都是在立法机构听证 包括在亚利桑那的参议院 在众议院参议院 包括在佐治亚的众议院参议院 都是立法 立法人们没用 根本就 没用 他你们就看没用 他真的没用 真的没用 转了一圈 还称罪名 对不对 还不如洗手间有用的 他解决内闹问题 对不对 这就是故事 所以他三权分立 有他好处 有他不好处 那中心是什么 缺德 全都没有人的道德 所以这是一个很 很划时代的故事了 就是说他 他竟然 上了庭了 那 Carrie Lay说 我们终于能上庭了 只要我们提出证据 我们肯定能获胜 在有关选举欺诈问题上 那共和党人说呢 美国人要系好安全带 他要推翻 为推翻选举结合而投证 那不好说了 这我说就 我只能说不好说了 但我觉得他最大意义就是 与选举相关的案子 终于上庭了 多可怜 在美国大选的时候 2020年 那亚利桑大州 不是 德克萨斯州的 这个总检察长 联手十几个州的总检察长 去状告佐治亚州 亚利桑大州 说那他们的选举有问题 那我们的选举没问题 那你让共享选举结果 不公正 告到 直接告到最高法院 因为州立法 是选举相关的 州的最高执法机关 那他当然一告 就告到最高法院 告到最高法院 结果被川普选的 三名大法官给DQ了 什么故事都是 什么乱七八糟 所以就说很那个 真的很那个 我一直劝朋友说 你知道历史上 为什么人们会有修行 有信仰吗 就是有修行 有信仰的人 看到了人类臭肉的肮脏 他不愿意玷污他的灵性 他不愿意玷污他的灵性 外面有积愿 你逛去吗 得呛不声的 不能让老婆看见 是不是 外面有鸭子 鸭子男人卖 你玩去吗 你不去玩 对不对 不敢 但是看见他鸭了 你就兴奋 这就是 这就是 五十三岁的 凯尔雷 直接挑战 这个选举结果 法律 来实施法律行动 昨天晚上 他说振作起来 选举还尚未结束 结果尚未结束 他跟凤凰城的保守派说 我绝不会下台的 那上个月 针对当选的印表机的问题 那他失去了胜利 这是他 他认为就是印表机 那印表机就是 马里亚纳 马里科帕县 马里科帕县的 七十台印表机出问题 那他针对是这些技术问题 所以星期 高等法院 法院当地法院 终于接受了他的说法 而且听证 那亚利桑那州的地方法官说 本周进行审理 所以应该是今天 一万七千张票输了 那他就进行挑战 星期一 星期一的法官 拨回了他一系列的挑战 但是与印表机 和当时选举日的协议的问题 却能接受这个说法 印表机制表机 他为什么管用呢 就是说 他是投票的统计的结果 所以出了一个制表机 那投票统计的结果 那用这个结果 作为计算 谁输谁赢 所以选票的本身 走机器走完了 本身是A 结果印表机出来是C 中间在这 所以他挑战的是这 挑战的是这 那Cary Lane直接讲说 只要他有机会 过堂 他就一定会赢 我们有压倒性的证据 法官一定会做出 有利于我们的裁局 那他指责对手 这个逃避真相 那另一方希望说问题呢 能够能够藏起来 不被全取 不被如何如何如何 星期一的晚上 昨天晚上 马里克帕县的高等法院的法官 彼得汤姆森下令 在监管链的问题 监管链就是在电脑里的 那个连接点 那跟制表机提出的 两项法律挑战 进行两天的审判 哦 那他在推特上随即 Cary Lane就在推特上讲了 我们的选举案将进行审判 那我们一定要把对方扔掉 对方想把case扔掉 他失败了 想把这个 想把这个案件抵抗掉 那作为亚利桑那州的 州务卿必须出庭受审 必须出庭作证 那他 那为什么 Cary Lane不放弃 Cary Lane认为 他遭遇的一切 就是2020年 川普遭遇的一切 他是这么说的 所以那 而这个 霍布斯 星期一上午 试图把整个case 给DQ掉 但他失败了 所以 他不得不在即将到来的审判中 出庭作证 那选举日 制表机 故意出现故障 导致输给了 输了 所以 马里科帕县的 官员涉嫌干涉机器 违反联邦跟州的法律 这就是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其他都是一些描述了 我个人觉得 我们就看结果 因为其他描述那些都是 就是描述了 法官将判成什么结果 就是什么结果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